盼盼就是这个程序了 你看看是哪里的错漏啊 我们查了好久 还是感觉有问题 好 我来看看 杨阳 你妹妹真的会电脑程序吗 这 我们那么多人都弄不好 你妹妹确定正能弄吗 当然 她可比我厉害多了 四年前 我妹妹还没上大学 就已经很厉害了 真的吗 盼盼妹妹这么厉害呢 好了 别说话了 等我妹妹弄好 我相信她 盼盼认真地看着电脑处理好一会 再按下最后的确定就好 好了 弄好了 你们看看还有没有漏洞 我看看 好像真的没漏洞了 已经顺畅了 真的吗 这么厉害 刚才杨阳哥就说盼盼妹妹很厉害的 啊 我妹妹很厉害的 你们可别小看了我妹妹的年纪 杨阳 盼盼妹妹那么厉害 要不让她来咱们工作室吧 肯定发扬光大 是 我觉得如果有她的假入 咱们肯定很快变成一个大公司的 这得看我妹妹 我妹妹不想来我也没有办法 我不是不想来 主要我也有事情要处理 来不了呢 不过你们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 可以跟我说的 我能帮忙 一定帮忙 汤汤 好久不见啊 是啊 有好几年不见了 你都变得那么漂亮了 大壮哥 二宝哥 你们也变得帅气不少呢 你们都帅气了 哇 几年船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个老六 终于舍得来看我了 嘿嘿 这不是因为我上学去了吗 你看 一回来就找你来了 行吧 原谅你了 对了 小熬熬 这几年你在山里还好吗 有小动物欺负你吗 谁能欺负我呀 我就是最强的 更何况 我还有妈妈保护呢 虽然几年没见 小熬熬长大了不少 但是小熬依旧不像她妈妈那样高高大大 嗯 没事就好 走吧 我带你先去玩吧 看看 既然找到小熬熬了 咱们去摘荔枝吧 好啊 让小熬熬也帮忙 你个老六 回来就让我干活 不过帮就帮吧 谁让我宠你 小熬熬 我这次回来 除了摘荔枝 主要回来看你的 诶 你这老六 心里还是有我的 我好感动 而且 我这次回来 还要带你去省城玩两天 真的吗 嗯嗯 就看你要不要去了 如果去的话 过几天我爸爸妈妈回来玩两天 咱们就回去 鱼鱼 好呀 好呀 不过 我要上山找妈妈说一下 好 两天后 城中留约他们也回来 好久没回来 感觉又变化了 嗯 变得越来越好了 咱们村现在有加工厂 还有鱼塘猪肉都卖得很好 今年的酸笋也都非常受欢迎 那就村民赚钱 过上好日子 我们也高兴 爸爸妈妈 你们终于回来了 嗯 你这小皮猴倒是玩了几天 都玩疯了吧 妈妈 我没有 我很乖的 羊羊哥哥倒是天天下河抓鱼呢 嘿嘿 妈妈妈 谁叫盼盼能抓啊 我就带着妹妹随便玩玩 好了 杨阳下次别再这么使唤你妹妹 就整天知道欺负你妹妹 爸爸 我知道了 城中回来也没闲 跟着村长到处去看现在的产业情况 阿忠 你觉得咱们现在的加工厂怎么样 有你和阿长管理 我很放心 嘿 我和阿长哪 为什么还是你派来的管理员力啊 他们都是无数多的年轻人才懂这些 城中当初派了个管理馆 管理村子的养猪养育产业 后来产业大了 又从高校招聘了几个学生前来管理帮助 不管怎么说 咱们村子能人人盖楼 吃好吃的开小轿车 是你们大家一级努力的成果 至于之前咱们说的酸笋厂的事情 还有荔枝水的事 我觉得可以做大点 公司那边我已经让人批了 我阵子资金到位就开始处理 好 都听你的 城中他们在村子待的时间不长 见了亲戚朋友 又回了省城去 一同回去的 还有小敖 小敖敖 你看外面都是高楼大厦 啊 还真的高呢 世界日新月异 都在快速变化呢 不单只有汽车 有火车 还有更快的飞机呢 小敖不懂这些 听得一愣一愣的 是啊 这几年国家发展的真快 咱们以前还写信用电报 这两年电话手机都有了 还有电脑呢 到了 小敖 这就是我们的家了 哇 好大啊 嗯 这里头有花园 有很宽的地方 你可以随便跑的 呃 呃 城中家院子 后面两块地也还滩长 小敖就在地里飞奔 哎呦 小敖 你怎么来了 小敖不许乱跑 你要弄坏我的菜 我可打你 你个老头子 小敖那么听话 怎么会弄坏你的菜 就你那点菜 自己没种好 可别怪我们小敖敖啊 爷爷奶奶 我们回来了 回来了 这次回去玩得开心吗 开心 奶奶 我和妹妹还给你们带了 好多荔枝和荔枝肝回来呢 好好好 又一年没怎么吃荔枝了 老头子 别忙活了 吃荔枝吧 爷爷 来吃荔枝 你的菜 我帮你处理吧 行行行 你处理吧